把水倒进漱口杯 准备好牙膏牙刷在座位上刷牙 右上后牙夹侧面 多岛式刷牙法 方便老师掌握孩子的口腔清洁状况 同时搭配隔板防止飞沫喷溅 开学防疫的关系 主要不同的是我们会请老师 在接牙之后 在清洁牙杯跟撕牙刷的部分 到洗手台这个流程 会做一个分流的人流的管制 就怕拿下口罩刷牙 或形成防疫破口 尤其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特别需要老师引导 依据现行规定 只有吃饭喝水可以拿下口罩 就有家长反映 有幼儿园禁止孩子在校刷牙 采取分流的方式 还有保持社交距离来进行 如果说这个学校 真的是没有足够的洗手台的空间 可以跟家长取得共识 先用个人的开水漱口 随着本土疫情渐趋稳定 北市府表示正在掩拟刷牙之影 更希望家长协助孩子 晚餐后落实结牙 降低蛀牙发生率 大家新闻 高林徐云豪台北报道